为了消除该指标的不利因素 必须削减它的变异性 并为其波动设置严格的界限 考虑到这一点 J. Wills Welder设立了一个新的震荡指标 它被称为相对强弱指标 或者是RSI 我们现在来看看它的基础特性 它仅有一个时间参数N 我们对N时间段内的收盘价格行为感兴趣 如果收盘价格高于之前的一个收盘价格 那么该用值用蓝色来表示 如果小于之前的一个收盘价格 那么用红色来表示 因此正面和负面变化的总和比率 U上升以及D下降时下面这个公式 对于一个阶段N用百分比显示是RSI 看一眼RSI 它的最小值等于0 并且它的最大值是100 它的发明者建议对日线图 使用一个14天的时间周期 应该注意到 在N参数等于或大于14的时候 RSI几乎从来不会达到它的极限值0 或者100 要更好的理解该震荡指标 请仔细观看50水平 如果RSI大于50 那么在选定的时间段内 正的收盘价格变化 比负的收盘价格变化更多 并且今天的收盘价格 明显地高于14天前的收盘价格 反之 当RSI小于50的时候 意味着今天的收盘价格 比14天前的收盘价格更低 当RSI等于50的时候 今天的收盘价格 等于14天前的收盘价格 正如动力指标等于0的情况一样 我们已经学习了 如何确定价格方向 我们也知道 相对强弱指标 不是为了趋势跟踪而开发的 我们的目标 以及RSI 是确定最佳的进入点和退出点 RSI在0到100间波动 我们在此范围的30和70水平上 绘制两条水平信号线 当指标在70之上时 进入超买区域 市场在超买状态 当相对强弱指标在30以下时 进入超卖区域 市场在超卖状态 这些以粉红色标志的区域 看上去很美 当指标从上往下 离开超买区域时 产生一个卖出信号 并且当RSI 从下往上离开超卖区域的时候 买进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请注意箭头 这些信号在一个交易范围内 或在趋势结束时 也是相当可靠的 如果大家不断地买进 比方说连续两周 或者一个月 或者一年 那么我们何时才能够进入超买区域呢 好的 听我来给你讲一讲 请看这个例子 将一个趋势和相对强弱指标的变化进行比较 价格将一直上升 直到需求大于供给为止 名词超买和超卖 比较容易让人误解 只要价格上升 RSI就将持续视图接近100 或当价格下降时 它将持续视图接近0 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在一旁观望吗 暂停所有的交易 绝不 相信我 RSI是一个特别有用的指标 看一下这条上升的红线 这是一条支撑线 但它不是价格曲线的支撑线 而是RSI的曲线支撑线 每次该指标试探此支撑线 并返回时 是建立多头头寸的一个好机会 但是树木永远不可能抵达天空 趋势跟所有好东西一样 总会有个尽头 那么在趋势的顶部会发生什么呢 很频繁的 当RSI突破支撑线的时候 它的表现跟价格类似 它从下对该线重新进行试探 然后和价格曲线一样下跌 在一个熊市上 我们的震荡指标将显示出类似的风格 这里我们有一张瑞士法郎的日线图 买出 买出 买进 RSI标示有一个更为有趣的特性 我们把它称之为失效波动 你肯定记得在你以前学过的图形分析中 学过这个名词 今天它有了另外一个名字 背离或者分歧 这是上升趋势上背离的形状 最新的价格高点比前面的一个要高 而震荡指标最新的高点比前面的一个要低 让我们来绘制两条线 一条上升线 一条下降线 然后你会得到 你的背离 在下降市场上 我们也画两条线 但是现在这条向下的线是在价格曲线上 最后的一个低点低于前面一个 而指标曲线将有一条向上的线 看再一次出现了背离 一个背离是即将来临市场反转的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 记住永远不要忽略它 尽管背离有不同的形状和大小 它们中的所有都是可以立即分辨的 让我们把它们找出来 在一张欧元日线图上形成了一个双重点 与此同时 RSI只是两个下降的高点 这是一个背离 并且是很强烈的一个 这里我们看到在价格图上 有一个双重点 RSI形成两个谷底 并且最后一个比前面一个要高 又是一个背离 当形成一个背离的时候 我们所关心的是 指标曲线最后一个高点 是否在70信号线以下 即在超买区域外 以及RSI的最后一个谷底 是否在超卖区域外 即30线以上 就像该图所示的一样 我们应该怎样为日线图上的 RSI振动指标 选择时间参数N呢 开发者建议选择14 其他研究者应用了9这个数字 好的 让我们使用范围在9和14之间的N 我们建议对于小石图来说 设置的N不小于7 并且不大于11 请记住这些数值 一些交易员不满足RSI的 频繁波浪形状 它们对震荡指标线进行平滑处理 最通常的平滑途径 是利用简单或指数平滑移动平均线 对指标数值进行平均处理 在我们的技术分析软件ROOMS中 这是RSI属性窗口中的一个选项 请注意 对指标的平滑处理 减少了它的摆动幅度 由于这个原因 我们能将信号线的水平进行改变 以便适合平均数值 这里进行了较大程度的平滑处理 因此超买和超卖区域 分别被加宽了60和40 当RSI与一个趋势指标联合使用 并结合图形分析 来确定阻力和支撑区域时 是最为有效的